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什麼商品 那今天各位介紹的呢 是一組後服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特別跟各位說明一下 今天這個是首發 這個是由EPIC所生產製造的一個 四代新競戰專用的一個後服手 那其實呢 特別說明一下就是在 今天是屬於一個下雨的天氣 所以呢 會有一些滴滴答答的一個雨聲在 然後呢 事上是不太適合拍影片的 依照以前的慣例 那也是因為今天晚上呢 先趕快由先錄給各位的 四代新競戰的一個車友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最新最新的 EPIC G3代一個後服手之後 所生產的一個四代專用的一個 APS的一個後服手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 最新最新的一個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呢 我們一把鏡頭拉高 這個是四代專用 那跟三代其實在外型上呢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在鎖點的距離呢 確實不一樣 這是符合四代可以直上 四代直上 那有些人想說 四代是不是跟BWSR一樣 那事實上還是會有點差異在 會有點差異在 然後呢 這是四代專用的一個 BW 更正一下 四代新競戰專用的一個 後服手 然後呢 像這個 顏色的方面呢 基本上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一個 亮黑色的 那當然像消光黑 那原廠的一個白色 那基本上都有 現貨供應 那接下來呢 還當然會推出一個 原廠色系列 像原廠的一個 小光蘭 那或是像是原廠的一個 這個 有點像橘紅色 或是像這個 豬肝紅之類的 那在EPIC來說 都會製作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後服手的一個角度 那 這是從右邊的 正後 正右邊來看一下這個 視角 然後 右邊的一個 右前方 然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正上方 那基本上呢 這組後服手呢 跟以往 四代的 這又有點不太一樣 非常 造型的還不錯 跟三代來說 一樣搭配的 也非常好看 那像這個 右邊45度角 正後方的一個部分 左邊45度角 以及左邊的部分 我們把鏡頭再拉遠一點點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 那在四代來說 這個是 ABS呢 大概有蠻多人做的 那比較特殊的情況是 這個四代 在EBIC做的這個 ABS後服手呢 它也是有保固的一個情況 有保固的一個情況 然後呢 在拆持方面選用呢 是選用 與這個安全帽相同的一個材質 非常的抗衝擊 以及這個高強度 高拉力的一個素材 那在使用上 以及其拉 拉的這個 耐用度上呢 其實都非常的好 那也是因為下雨天呢 所以稍微有一點霧氣 那請各位見諒一下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賣個殘酷機的精品 我們現在 就開始發售 我們都有現貨供應中 那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